各位同學早晨!今早由方Sir為大家推介好書 今天推介的書就是這本《在家不要談政治》 嘩!聽到談政治是不是很害怕?馬上走不走 方Sir你不如談玉英好過吧,談什麼政治 但是你不談就避得開呢? 過去這幾年有很多香港的家庭都為政見陷入了分裂 如果你說我和我家人的政見都不是差很遠就差不多 其實你都挺幸運的 如果遇到有家人的政見不同 是不是就像書名那樣說,不要說就行? 其實政見不同搞到加變在很多地方都有 方Sir年輕時,台灣剛開始政黨政治的發展 南綠陣營的競爭很激烈 所以當時有很多夫妻突然發現 原來自己另一半的政見是完全相反的 搞到要離婚 美國呢? 過去十多年其實那個政黨之間都越來越兩極化 過去這幾年當然為了特朗普好沒有做總統 就大家喊了大家 所以怎樣和這些政見不同的親友一起呢? 這位作者很有資格說 因為這位Jane Saver是一個心理治療師 他本身支持民主黨 亦幫自由派的《紐約時報》寫文 而他老公Richard Brocasser 如果你看清楚他拿著那本雜誌 那本是一本保守派的雜誌 他是一個編輯,他是那本雜誌的編輯 自己是支持共和黨 這兩個人擺明一體是火星撞地球 民主黨對共和黨哪有話 但是他們又竟然維持到婚姻 自然他就很有資格跟你說 你很有可能上課的時候已經見過這幅圖 馬斯洛的《心理需求金字塔》 雖然前段我上網看文的時候 發覺有個人說馬斯洛 一開始的時候他沒有畫過金字塔 這個金字塔應該是後來的人 曲解了他的意思 所以建議了另外一個表達的方法 不過這不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學者其實想告訴你 你們吵架的原因根本不是因為政治 有很多不同的個案顯示 其實吵架的真正原因 是你們的心理需求得不到滿足 剛才你都看到馬斯洛說什麼 我們有社交的需要 有受人尊重的需要 有實現自我的需要 每個人都想要被人認同 被人接納、被人聆聘 而很多時候得不到這些滿足 我們人就會有壓力 也有可能是一些童年陰影 可能他小時候被人忽略 或者經常被人否定 所以到現在他很想被人認同 而剛好在政見上 這件事你沒有認同他 所以他就發脾氣了 你說不是 為什麼他平時不是這樣的 很好人的 這個位置突然間這麼兇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教導都是說 大家不要為了一些小事發脾氣 你說倒杯茶 倒杯得不夠暖 你都發脾氣 被人罵你了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 不好意思為了這些發脾氣 所以我們會自己按住情緒 但是到政治不同 政治不是小事 社會大事 而且說說說還會變成正邪之爭 我那邊是正義 你那邊是邪惡的 去到這些位置 自然就變成一個冠面堂亡 發人老皮的理由 這樣說 我也不是跟你說 你的親戚朋友 故意找你發脾氣 因為我們很多事情 都在潛意識那裡 自己是不多覺的 人有自我保護的機制 我們每個人都想保護自己的尊嚴 很多時候 如果我們自己受不到肯定 或者被人質疑的時候 我們就會起降 這些不只是人 你和我都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為了某件事發脾氣 那個人可能是你 或者我自己 每個人都需要去反省 作者就跟你說 你發這麼大脾氣有什麼用呢 只是在破壞關係 原因為什麼 因為你根本在迴避真實問題 你以為在爭論政治嗎 其實是你 剛才所說的心理需要得不到滿足 你只有正視了這些心理需要 滿足了它 你和它之間的關係才能得到平穩 當然我亦都不是說政見不要緊 作者也有提醒你 有些人的政見太極端 真是反映了人格上有些問題 例如給你看 新納稅分子 這樣去仇視別人其他種族 當然是有很大的問題 但重點是 我們要看穿這些政治標籤 不要把政治標籤套在你 對你來說很重要的人身上 因為這些很多時候都是黑板的印象 每個政治陣營 可能都會有很多不同性格的人 我們既然每天都面對著這些人 應該有很多機會 可以客觀正確地去評價他 亦都可以欣賞他好的一面 雖然他的政見可能跟你不同 但是他可能很關心你 很愛你 所以作者就提出了一些建議 我們應該怎樣和家人談論政治 當然細節上我就不說了 留給你自己看 但是作者最後都說 如果你真是發現 你們怎樣都是談不完的 那怎麼辦 如果你真是大家都珍惜彼此之間的關係 那就真的好像書名說 避開不要說 他講一些你們談得完的事情 他有其中一個Client 他說我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人講政治 但是我和這個人之間擁有的東西 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 所以我就不要和他講政治 最重要是我們要知道家庭關係 或者朋友關係的本質 亦都要了解他的真實的人格 而不是拿那些政治的標籤套下去 不要被政見淹沒這些關係 這樣才能建立一個正面正向的家庭關係 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多謝各位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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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バイバイ 好嗎 好嗎 感谢观看